印度安巴拉巴拉納村發生恐怖滅門命案 綜合外媒報導 四者包括65歲的拉姆 她60歲妻子 34歲兒子 28歲兒子 年間8歲及5歲的孫女 報導指出 一家六口 本月17日晚上共眾晚餐 第二日鄰居敲門就沒有回應 懷疑有意 報警求助 警方破門入內 發現6人已經死亡 其中5人 離奇島和同一地點 一人垂掛在房內刁線 警方初步調查估計 在私人保險公司工作的兒子 上吊前拿死父母、妻子及孩子 警方在現場發現兒子樓下遺書 提到公司兩名上級 強迫她上繳100萬勞比 否則失去工作 目前遺書 提到的其中一人 已經因嫁疏自殺被捕